這個爆料者11年後拿出來 當然他有政治鬥爭的目的 但是如果你沒有東西 人家也爆不了 一定要嗎 這件事情不是陳婉輝 任何人拿出來你都要受檢驗 司法應該是可信的 但是從這件事情就可以看到說 這個司法不是碰到人會轉彎 還會配合特定陣營進行散播操作這樣子 其實我做了24年的法律服務 就是我每次民眾會來問我法律問題 我其實從以前到現在我都會講 請大家要相信司法 因為如果大家都不相信司法 我們就不用坐在這裡 第二個台灣要當真正的民主 其實它的基礎叫做法治 沒有法治的話就是大家都比拳頭大 拳頭大小 那是原始人的世界 所以法律當然是這個社會 必須有的一個規範 那你不相信司法 那就是認為說法官都會收賄啦 你的東西都是不公平的話 那我們這個城市或這個國家就沒有公信力 所以以前大概在應該說幾年前 台灣曾經做過民調 對司法的不信任是高達六成到七成 我們的司法人員自己先回掉司法的公信力 包括剛剛講的偵查不公開 可是我們基本叫做偵查全公開 而且公開的非常細則 對啊 那第二個真的要不公開的時候 欠到個人利益的時候 他就變得不公開 這個案子因為很有趣的是 第一他已經十一年了 第二個他其實寫在判決書裡面 陳中葉這個事情我不相信他不知道 第三個就是這個爆料者十一年後拿出來 當然他有政治鬥爭的目的 但是如果你沒有東西 人家也爆不了你的料 所以其實也不用去怪人家 現在拿出來 反走過必留下痕跡 尤其是身為這麼重要的政務官 我相信這件事情不是陳婉惠 任何人拿出來你都要受檢驗